最近定档宣传最猛的电视剧莫过于杨幂和陈伟霆领衔主演的胡珠夫人了吧 继2014年二人合作《古剑奇谈》外 胡珠夫人成为他们第二次合作剧集 杨幂近几年凭借综艺节目以及自带的优秀影视资源 早已经站稳了收视一姐的地位 而陈伟霆也凭借野狼disco一曲大火 在央视及各大综艺节目中频繁亮相 如果终于等到了两位合作的电视剧 为播鲜活也几乎是意料中的事情 胡珠夫人早在去年的9月就已经正式杀青了 如今官宣消息指 胡珠夫人将于本月的10号播出 不过 让粉丝大跌眼镜的是 胡珠夫人的造型设计似乎满满的bug 不少网友甚至调侃陈伟霆是不是得罪了造型式 明明帅气的脸庞却多出了两根蟑螂须 有效仿狼牙榜中胡哥的造型的感觉 但是更多的似是东施笑评 总的来说就是 陈伟霆不合适这个造型 不少粉丝也直言这个造型把陈伟霆好好地颜值给浪费了 胡珠夫人主要讲述的是大争吵时期 沿海渔村迫于沉重的珠妇压力 全村遭遇残忍杀戮 渔民甚至绞杀亲子 杨幂饰演幸存的渔村少女海誓被陈伟霆饰演的大致第一全臣方珠救助 经过一系列的考验后 海誓被方珠带回了天启 并假扮男儿身留在了方珠身边当徒弟 阴差阳错之下 海誓成为了皇帝的护卫 并被不理正事的皇帝发现了真实女儿身的身份 一个是在危难中拯救自己的师父方珠 一个是大致皇帝 海誓在三人的暧昧中纠结难定 很久不见陈伟霆的古装作品 而且这次难得和杨幂合作 并以难移的身份出现 虐心男主本应该是令人心疼且高冷的存在 但是令人失望的是 陈伟霆新剧中的造型仿佛是来搞笑的 大家都知道陈伟霆的额头十分饱满的 在古剑奇谈中大师兄的造型也是竖起头发 露出帅气的全额 干净利落的造型十分年轻帅气 然而 在胡朱夫人中 陈伟霆出演的方珠却在刘海流出两缕发丝 有点效仿狼牙榜中胡哥的造型 但是又像是仿装失败的样子 简直是让粉丝大写得无语 所以11月3日 胡朱夫人官微发布首张海报时 不少粉丝都吐槽宣发实在是太不走心了 陈伟霆的颜值似乎被浪费了